人在年轻的时候,觉得到处都是人,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。 到了中年以后才觉得,世界上除了家人,已经一无所有了。 然而对于一些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而言, 最凄凉的大概就是,明明不是孤家寡人,却不得不孤身一人守着冰冷的家, 操劳半生终于将孩子抚养长大,就病床前时,却常常看不到儿女的身影, 家人近在咫尺,却依然感到一无所有。 人老了才渐渐明白,来人是走一程,没钱没车没房其实并不可怕。 可怕的是用尽半生付出全部,最终养大的孩子,却不如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,是养出不懂感恩的孩子。 最近,看到一个全网刷屏的真实故事,网友在医院上班时,接诊了一位88岁的老人。 老人拄着拐杖,走路都走不稳,说着不流利的普通话,努力地想要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。 大家听了三遍,才听懂老人说的话,在家摔倒了,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,想打破伤风。 但因为老人身上的伤口很大,他又独自一人,只能简单处理下伤口,然后送去大医院治疗。 值班大夫和老人沟通想了解下情况,可他却什么也听不到也说不清,唯独只记得儿子的电话号码。 主任只好给他儿子打电话,希望他能来医院照看下母亲。 电话对面的儿子表示马上会过来,但两个小时后也没来。 而且电话再也无人接听,大家只能安慰老人,再等等,你儿子就来了。 老人听闻无奈地说,我儿子,他不会来的,我走的时候告诉他我受伤了,要去医院,他就坐在炕上,不下来。 他就坐在炕上,不下来。 短短九个字,老人平静地说完,在场的人都沉默了。 随后,老人拿出纸擦了擦眼泪,他的身影瘦骨临寻,从下午五点等到晚上七点。 直到网友下班,他也没等到自己的儿子。 那个夜晚,似乎是最漫长的黑夜,那位老人,已然变成了最孤独的守望者。 为人父母,无论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吹打,也没有养出一个白眼狼带来的风雨,更让自己痛心。 时间都去哪儿了,终有句词,让很多人潸然泪下。 生儿养女一辈子,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,柴米油盐半辈子,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 人世间,有太多父母,为了儿女的幸福,即便吃苦受累也毫无怨言,即使耗尽心血也甘之如疑。 可人性往往是不可估测的,对于一个家庭而言,最悲哀的就是养出不懂感恩的子女。 热播剧《安家》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,老闫夫妇为了供儿子上学,从农村跑到上海开了家包子铺, 起早贪黑,每天辛辛苦苦卖包子,终于攒了三百多万。 儿子毕业后,计划和女友结婚,便跟爸妈提出要用这三百万买房。 老闫和老伴商量了下,只要儿子以后的日子过得好,这三百万花的也是值得的, 于是满心欢喜给儿子在上海安了家。 没过多久,新房装修好了,老闫夫妇收拾好行李,骑着三轮车兴充搬去新家和儿子团聚。 没想到,亲家母先他们一步搬到了新房里,甚至连门都不让老两口进, 面对此情此景,儿子也只是说,你们先回去吧。 最后,无处可去的老闫夫妇只能带着大包小包,回到简陋且狭小的包子铺暂时落脚。 而这些,其实就是当下正在蔓延的一种心形不孝。 孩子高学历有文化,明明有手有脚,却不断地向父母索取,依附着年迈的老人生活。 而父母,倾尽半生,把孩子培养成才,还总是和别人炫耀儿女有出息, 却不曾想最后落得个老无所依的结局。 孩子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来自父母的付出,父母泪流满面地看着冷眼旁观的孩子。 孩子对孝顺二字一无所知,父母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等待。 晚年最残酷的莫过于,子女的孝心是有前提的。 作家高尔基有句很深刻的语录,一个老年人的死亡,等于倾倒了一座博物馆。 这座博物馆里,藏着一个人的一生,也放着他一辈子最宝贵的记忆,关于家人,关于亲情。 可这世间最残酷的莫过于,一座博物馆轰然倒塌,却无人问津。 前些日子 湖南千万富翁罗某中在精神病院字役身亡的消息,一度引发热议。 罗某中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,后来通过拆迁款作为启动资金,拉沙子,开中巴,办汽车修理厂,拼搏多年才积累了千万财富。 六十二岁的他,育有一儿一女,现在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。 从几年前开始,儿女就时常来问他要钱,儿子要四十万,女儿要八十八万。 可自他把资产过户给孩子们后,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,不仅对他不闻不问,还时不时地问他所要孙辈的生活费。 眼看着年龄越来越大,身体也不太好,罗某中只好叫来儿女,希望他们能承担自己的养老问题。 没想到沟通根本无效,儿女依然坐视不理,他一怒之下,要求儿女归还之前借他们的钱,但却遭到了强烈拒绝。 过了几天,罗某中再次来找儿子商量未解决的问题,期间发生激烈争吵,他急火攻心,打砸了儿子的家。 原本只是家庭矛盾,可让众人出乎意料的是,儿子心生怨恨报了警,还以父亲有精神病为由,将罗某中送进了精神病院。 随后,罗某中多次解释,声称自己没病,不得已之下,又写下一份申诉书向外界求助,表示自己现在生不如死,像在地狱。 8月23日,绝望到极致的罗某中,在医院的厕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也结束了和儿女的恩恩怨怨。 冷漠自私的儿女,孤独无助的父亲,构成了一个冰冷的家庭,把亲情变成了不复存在的尘埃。 看完这个新闻,不禁想起一句话,人到晚年,最残酷的莫过于,终于看清,子女的孝心是有前提的。 如果可以为他们提供价值,或金钱上的帮助,或生活上的支持,还能让那屈指可数的孝顺,偶尔浮现。 如若不能,所谓养儿防老,就会变成一场笑话。 现在人有三个属性,基本快要丢失了。 第一个是血缘,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。 第二个是地缘,很多老年人为了孩子挑到另一个城市,待在那个陌生的地方,地缘渐渐没了。 而当你退休之后,和外界的社交越来越少,社员也会慢慢消失。 所以,在这个阶段,老年人会特别孤独,而这份孤独往往会伴随他们的余生,直到老去。 都说感情到最后,平的全是良心。 细想来,或许父母子女一场,到头来,也全靠良心维持此生难得的血脉亲情。 为人子女,请不要对父母太苛刻,永远不要让家的方向,只剩慢慢无期地等候。 人不管走得多远,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在何处,更不能丢了自己的良心。 请不要让孝顺变成利益交换的筹码,更不要让这世上最疼爱你的人寒心。 生命是一场轮回,孩子终有一天也会成为父母,总会有老去的那一天。 别等到中年以后才知父母恩,别等到遗憾难以弥补,才想起来回头看。 世间福祸皆有因果,所有的家庭关系也是同理。 你付出的孝道,在将来某一天,也会一点一滴回到你身上。 当你老了,靠谁养? 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,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。 趁现在腿脚还能动弹,还能自己做主,就赶紧为未来做好准备,提前给自己的晚年预留一份尊严。 如何过好晚年生活,体面的老去,对每个人而言,都是不可忽视的考验。 虽然老话里常说,谁的晚年都是一场血雨腥风。 但只要提前做好规划,为与筹谋,为自己准备好养老的资本,也依然可以安然度过暮年人生。 与其一味地依靠子女,依靠旁人,让生活充满太多不确定性。 不如在生命的黄金时代,抚养自己的身心,当你为自己撑好伞,自然不会被雨淋湿。 人老了,首先要为自己留好这三条后路,拥有对抗未知的底气,都里有钱。 你有多少存款,人生就有多少条退路,余生就能递开多少风险。 风雨聚来时,只要有属于自己的屋檐,就不会惧怕意外来临。 身体无病,闲暇时多运动,作息保持规律,饮食营养均衡,定期做好体检,身体安然无恙,是晚年幸福的前提。 心理无事,不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忧,也别再为已经过去的往事耿耿于怀。 调整好心态,修炼好情绪,放下无意义的烦恼,积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。 其次不管到了多少岁,都要做好这三件事,打理好当下的生活,培养兴趣爱好,人一忙,日子就过得充实了。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,练字,画画,爬山,养花种草,跳广场舞等,都可以成为前行的动力。 丰富自己的认知,多读书,多学习,封营自己的灵魂,不要受年龄限制,同时也要谨慎一些,警惕各种各样的骗局,守好自己的每一份财富。 学会享受生活,在变老的路上,少一点哀声叹气,多一点喜笑颜开,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 最后,尽自己所能,处理好家庭关系,一家人在一起,有话好好说,互相理解,彼此包容,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 幸福,不是长生不老,不是大鱼大肉,不是全清朝野。 幸福是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,当你想吃的时候,有得吃,想被爱的时候,有人爱你。 但愿天下儿女都能常回家看看,多陪陪父母,懂得换位思考,善待那个半生辛劳的老人。 但愿世上所有的父母都能安享晚年,吃好一日三餐,过好一年四季。 空巢老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,空巢老人越来越多。 有的老人是因为子女未生计,远走他乡,而有的老人就是被子女抛弃不顾的。 如今,这是社会一个大问题,这些老人为了子女,操劳了半辈子,到最后却老无所依,为什么会变这样? 是教育出问题,还是哪里出问题了? 角色关系感情关系,家里的老人有时候不能正确认识儿子,儿媳和自己的感情关系。 在传统家庭中其主轴作用,最亲密的是亲子关系,现代家庭中其主轴作用,最亲密的则是夫妻关系。 有些老人对这种社会变迁现象,心理上准备不足,常常不能容忍儿子与儿媳关系密切,亲密。 他们就说儿子不孝,致使父母与子辈之间充满火药味。 久而久之,使儿子身处两难境地。 一使儿媳言行不孝。 还有一个就是当家里发生矛盾时,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处理后处外,处理问题向着媳妇是对的。 你要在儿媳妇面前教训你儿子,等儿子不在的时候,你再跟儿媳妇谈谈,多夸夸他,让他互相理解,互相包容,互相尊重,一切都是为了家庭幸福美满。 父母的要求,老人对子女要求过度或对子女无所求,父母对子女的心理要求要适度。 有些老人整日把曾经养育子女的艰辛挂在嘴边,要求回报,子女稍有怠慢,便被骂忘恩负义。 这种老人心理上很难获得满足。 还有一些老人,则自孩子懂事起就常常唠叨,等我老了,有退休金,不用你养。 这种做法,导致孩子从小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,失去对孝道的正确认识和对父母的责任感,导致不孝。 因此,老年朋友要从实际出发,给子女适当的自由度,以及宽松的家庭环境。 血缘关系,老人晚年时不重视血缘亲情或过度简化传统礼仪。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,因为国家,工作需要,对子女缺少关爱,晚年又不重视亲情修复,致使两代关系适合。 这样的老人,晚年时应多注意和子女亲近,如常伴家宴,多全家出游。 此外,逢年过节时,传统礼仪中应包含向老人表达敬意的内容。 比如年轻人要为老人精心准备一份礼物,让孙子辈向他们敬酒等等。 这不仅是中国礼仪文化的体现,兼有强大的孝道教育意义。 不重视身体健康,老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重视,导致久病床前无孝子。 无论是从患病老人的角度来看,还是照顾病人的子女角度来看,久病床前无孝子都有存在的合理性。 很多老人患病后会变得焦虑、苛刻、暴躁。 这是因为老年人生病之后,社会功能减退,心理上也处于退行状态。 在患病初期,儿女们往往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人。 但如果治愈希望渺茫,儿女们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,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明显下降。 所以,老人要对自己的健康提高重视,要享久病床前有孝子,老年人生病之后一定要进行自我调整,能平静地看待人到暮年疾病难免的规律,接纳患病的现实,并在现实条件下努力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。 父母和孩子缺乏沟通,有不少单亲家庭在结婚前,缺乏与子女沟通。 有的丧偶老人在萌生再婚念头后,会遭到儿女强烈反对,最后导致和子女关系破裂。 从法律角度说,享有婚姻自由权是老人的一项基本权利。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,子女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。 但现实生活中的因素很复杂,老人再婚往往难以和子女达成共识。 建议老人在婚前就财产、继承等事宜主动与子女沟通,必要时向老龄办、局委会等组织求助,争取子女的支持。 这种事,就要好好商量,都是最亲的人。 中国传统就是重男轻女,然后父母在经济帮衬上偏心。 自古以来,养儿防老的观念一直没有变,认为赡养老人是儿子的事情,跟女儿没有关系,这也成为了一些不孝女儿推卸责任的借口。 你叫三岁来说,她也会说这是错的,只能说现实到冷血。 另外,老人不应过度重男轻女,尤其不应在经济帮衬上偏向儿子。 当然,现在的法律规定,女儿不仅有平等继承遗产的权利,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,减少了此类纠纷的发生。 生女生男都一样,有爱才是最好的。